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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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分數兩個世界的呼吸 對彼此很好奇 無解交鋒蓋不掉嘴音 明明就心動的不行 我和你 一切陷入了愛情 好驚喜 悲傷頭我的心吻下去 都會再質疑 彼此眼裡交換勇氣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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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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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不可思議當觸碰你 來吧 來吧 再靠近一點距離 讓我能觸碰你 讓我能觸碰你 我相信 兩個終於能敞開的心 所有悲傷都能免疫 我和你 一起陷入了愛情 好驚喜 悲傷頭我的心吻下去 不會再質疑 彼此眼裡交換勇氣 你不用想要寂寻 我不會再想 老婆 不然 很棒 我不是想看你 我我不是想看你 你能想看你 我不是想看我 我不是想看你 世宗教 你是要嫁給仇人嗎 我不是想看我 龙夫山泉素打气泡水 给你的夏天打打气 你最近过得好吗 你 你看起来很憔悴 你看起来 好像也 也没这么休息好啊 因为我 一直想到我们之间的事情 所以睡不着 上次我并不是不想见你 我只是没有想好 要怎么见你 我知道 你的困扰我都知道 所以很多话 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 我也是 今天这就是我们 最后一次见面 现在见完了 双教 我不希望你离开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留下来 可是我们继续见面的话 只会给彼此带来更多的痛苦 你说过 你喜欢这份工作 我觉得 你应该运用你的才能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家的温暖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也是你的梦想 我们彼此因为一个错误 所以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但我不希望这个错误 一直延续下去 如果我们之间只有一个人 可以得到幸福的话 那我希望 那个人是你 谢谢你 谢谢你 为我做了这一切 别哭了 别哭了 你伤心 我也会很难过的 我不在的时候 你好好照顾自己 谢谢你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在 你要过得很幸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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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顾总 我会好好干的 吴云 公司的清洁设备 日常维护还有系统的升级 就交给你了 你做事很踏实 我很放心 冬先生 你只是辅助我工作的好兄弟 好伙伴 接下来 你要为公司好好处理 顾总 你放心吧 还有 手标再抓了 靳叔 这是下半年的公司计划 还有项目规划 我提前做出来 你这 怎么说的 像要彻底离开公司一样 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必须去做 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更需要留在公司的人 不是我 保重 但是我把我的身体也带过来 我这种变异的 神 wen 翻roll 这种变异的 有点确定 微笑 就要不停 你因为你都跑了 相会 致上 还长 俊杰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先走了 去图书馆复习去了 走了 让人惊喜的是 原来不着调的俊杰 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 那个每天和我半嘴的臭弟弟 竟然变成了一个 爱学系的乖学生 时间一天天过去 白发爬上了 英雄爸爸的病假 吃个包子 他心里装满了心事 却还硬装出快乐的样子 让我们不要为了他 为了这个家担心 我们三个 都在努力好好生活 经过那天和他的谈话 我也决定回到柯林之上 让更多人感觉到家的温暖 柯林之上还是一样 但似乎又不一样了 上轿 上轿 走了 好 他这几天都是治清空吗 是啊 清空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那你再想想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能帮助他缓解一下症状 试睡头疼应该是药物的副作用 吃药之后这种反应应该比较正常 那他这么吃药 得吃到什么时候 目前的药物量还是要保持 等过了这个疗程 药量可以慢慢递减 减量之后他应该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好 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被子 要梦到我 晚安 早上好小洁癖 该起床了 中午记得睡午觉 不然下午工作就没有精神了 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被子 要梦到我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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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我们开个会吧 嗯 黄色的药片 要和绿色的 椭圆形药片一起吃 红色的三角形药片 要和白色的圆形药片一起吃 蓝色的圆形药片 一起吃 蓝色的圆形药片 要随餐服用 但不要和白色的肠药片一起吃 你在忙什么呢 我 他在我上冲浪 喂 陆浅 每天都要吃这么多药吗 当然 一定不能搞错吃药的时间和顺序 他现在的情况不能耽误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我问我女朋友 我说要是你的前任来找你 你该怎么办 他说哪有高考完了 还要回去复习的呀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前任是我们最想忘记的人 我们与前任保持最好的关系就是 老死不相往来 你说得对 分手了 确实不应该再联系前任 东行 怎么了 没事 你们继续吧 我不继续了 我要准备去开例会了 我也要开会 先走了 你们走吧 拜拜 拜拜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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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情况变得很严重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顾总什么情况 顾总现在非常疲惫 他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而且不止这样 他每天早上起来 就一直要牺牲 另外他在家也要带手套 他情况比以前严重非常多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报告单出来了 什么东西啊 解铃还需寄铃人 顾仁齐作息状况 报告人李东贤记录员无语 他夜里两三点才能入睡 有效睡眠时间只有三个小时 他不是已经在好转了吗 当一台电脑 连续运作时间过长 就会容易死尽 长时间待机呢 也会损耗电脑的寿命 这怎么办啊 当电脑运行时出现过卡 或者程序出现故障 我们通常都是 他世人不是电脑啊 一样 人和机器都是需要维护的 需要清理灰尘 关闭停止正在享用的程序 才能继续运行 小熊 我带到了 呼机 小院长 来了 小院长 妹妹 身体好多了吧 好多了 那就好 有孙子 有孙媳妇照顾你 肯定好得快 是啊 您先吃饭啊 好好好 谢谢院长 东西 我们出去聊一下吧 奶奶 我先出去一下 去吧去吧 等一下回来 来一口 好 奶奶最近身体状况都挺好吧 你有没有考虑过 把老人借回家里照顾 我 我最近工作这么忙 我觉得奶奶待在这里 给护工照顾比较好 这样 院长 是发生什么事了 最近咱们养老院 有点困难 决定下个月转手 这也太突然了吧 所以我这次叫你过来 就是想跟你讨论一下 转院手续的问题 那我奶奶最晚 什么时候要办理转院手续 这个月月底 这么快 如果你不方便联系 其他养老院的话 我已经帮你联系了几家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那个跟我奶奶一起住的 张阿姨和周阿姨 他们都转去哪里了 张阿姨到别的城市去了 周阿姨去郊区的养老人了 那这样岂不是所有人 都被拆散了吗 是啊 你看那些老奶奶 老爷爷们 他们在这里生活那么长时间 他们早就是一家人 但是现在都得离开 好 就更多了 就算是几天才能养老手 我以后还是出去 不必须 也好好拍宝 那其实是我和周阿姨在一起 你这家人在一起 空间戏 难道我又有机缩密码了 来 九 七 零 五 一 三 你改密码了 你把密码给生我生日了 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忘记了 密码居然一直没改 你把身看暗与阳光 照亮你的清晨 每段起尘 映着我们 不知不觉只是 深陷一眼神 平行的人相遇在炙热的青春 确实的灵魂也 因你得到完整 彼此之间微妙的气氛 在小小距离中平衡 可以保持着沉稳 却从容你这灵魂心里 每一寸 一直虔诚地守护着 你的单纯 彼此写下莫名的心愿 在小小距离中加温 在小小距离中加温 爱 却在心里默日渊 喜欢你对我每个承诺的口吻 也许爱会让我勇敢地 奋不顾舍 好了 可以了 不要再洗了 已经洗得很干净了 不行 我还没洗干净 我要再洗一遍 伤口是一定不能碰水 碰了水之后要及时擦干净 擦干了之后才可以上药 你等我一下啊 你等我一下啊 你们看起来 双脚 把船梁关起来吧 我想安心工作 这一盆叫小洁癖 这一盆叫小邋遢 他们每天都需要曬太阳 每天都要浇水 你可不许把他们养死了 为什么取这么奇怪的名字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你需要休息 现在中午啊 中午也应该睡午觉啊 再等一会儿吧 再工作一下 工作是做不完的 你要好好休息 才能有更多精力投身工作啊 一段期间 等一下 陪我 我还要继续打扫呢 你不在正午睡不着 乖了 好好休息 还要继续折尘完 却纵容依着灵物心里 每一层 一直真正地守护着 你的单纯 彼此写下莫名的心愿 在小小距离中加完 爱却在心里过人 好 陪你的主人哦 那小子怎么样了 爸 既然您问了 我就跟您说吧 我今天去医院了 任祺吃完药之后 副作用很大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着 医生说了 得等他症状好转 才能减药量 可是我看他 现在这个样子 真是心疼 那也是他自己 得了那个病 自找的 爸 我知道 你也心疼任祺 你就不能把 那个事情说清楚吗 说不定 对他治病有帮助啊 说清楚 你是要让我 把那件事情 公布于众 那公司还要不要运营 你是想把我们家 还有任祺的公司 都推到风口浪尖上去吗 澄清一下 不是对您 对他都好吗 您为什么就非要坚持 不开口呢 只要我前脚去找媒体澄清 后脚那些竞品公司 就会找机会把我们 踩在脚底下 我不可能冒那个险 冒险 那任祺的身体就不重要吗 我又不是医生 我澄清了 他的病就能好吗 他就该好好吃药 好好养他的病 说到底 您就是为了公司 为了面子 不顾孩子的幸福 这么多年 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爹马上开场了 还没捡票的 来捡一下票啊 那个 不好意思 我 我女朋友还没有来 我等一下再见吧 好好好 那 来 后面捡一下票 来 给您 快点 快点 改上了 姐 影厅在后面啊 好 拿这边快快 我在捡票了 不见不散 我这刚下班 我这刚下班 先走了 还要有一会儿呢 你先过去 我一会儿来了找你啊 行 部门临时加了个会议 你快准备一下 可是总监 我已经下班 我已经下班 你先过去 我一会儿来了找你啊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您拨打的用户症 你回来 我先过去 我去 接下班 我觉得 我 有 我 我 也有 我 爹 爹 我 也有 油 双脚来过了 每天都要开窗东风 我可是要呼吸新鲜风气的 为什么取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 等了那么久 还不回去啊 真傻 初遥 你来了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吗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不要生我气好不好 答应我一件事 我就不生气了 你说 我一万件都答应你 我要你永远陪在我身边 好 永远不离开你 好 永远 好 永远 好 人 好 人 顾仁齐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如果你过得不好 我会觉得都是我造成的 所以就算是为了我 你也要认真生活 东西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刚才恍神了 顾总还好吗 身体怎么样 最近都在家里养病 他现在有安医师的指示服药了 那就好 对了 他其实很关心你在公司的状况 下周就让我们产品部出三款新的清洁机样品 完全打乱了我们产品部的大计划 怎么了 胡佑 这顾总不是刚休息吗 老顾总就来了 一上任就把各部门的负责人 全部召集开会 还下了硬指标 还说要是谁没有完成指标 就只有等着被辞退了 那 吴宇 对你们技术部门没有什么影响吧 问题不大 可以解决 还有心担心别人 老金叔没跟你说啊 说什么 我这刚出来休息还没混人工部呢 老顾总今天刚上任 就查了各部门的投产比 对你们人工部意见很大 不会吧 我们新人工部这次成立多久啊 这老顾总不是刚下了硬指标吗 他说你们人工部的业绩 要达到各部门的前三 如果下个季度还处于中有 就会对你们人工部 减少投入 前三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盛乔 你说 老顾总是不是有意在 针对你们人工部啊 还是赶紧想想 怎么把人工部的订单量提上去吧 订单量 东西 请日这周办理转任手续 你怎么看起来心事重重的 没有了 没事 养老院入不敷出 要关门了 我奶奶也要与谨慎的 十几个老人被迫分开了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跟我们说啊 如果要搬家 大家可以找我 我最在行 双交 看来你的订单解决了 东西的问题应该也可以解决 人工部和养老院 是啊 人工部可以帮助养老院 打造新的环境 如果新环境能够提高入住率 是不是就不用关门了 我觉得你们这个主意不错 不然这样 我就先去跟院长联系一下 然后我们找一天 一起去养老院调研 怎么样 好 爷爷 我叫施双胶 我是过来做调研的 爷爷 您听得见吗 我叫施双胶 香蕉啊 我 不不欢喜吃香蕉 我欢喜吃苹果 爷爷 你好 你是谁啊 我叫胡佑 吃个橘子 好 谢谢 我孙女不错 介绍给你认识 看看我孙女的照片 还是考虑我孙女啊 你看看 多漂亮 可是我 我见过 一天都帮我看 我孙女比你孙女好看多了 你瞎说呢 是双胶 坐山雕 坐山雕下身要来枪劫了 不是啊爷爷 你 你又说你 照片怎么了 怎么了 你是我孙女我 我打你 你打我 别打了 别打了 吃个橘子 你叫什么呀 吃橘子 是 好 我 爷爷 双脚 刚才那个奶奶说 要介绍她的孙女给我 我说我有女朋友了 他们就把我打了一阵 我说我是来做调研的 爷爷以为我是来抢钱的 小伙子 工作累不累啊 还行 可是你看吴宇 他怎么那么厉害啊 来来 小伙子 你下这儿 对啊 他也太厉害了爸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怎么做到的 您看起来 年纪人多吃水果好 我都准赢你啊 来来 下这里小伙子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吧 我今天才知道 除了我 世界上竟然有第二个人 能和吴宇聊天不冷场 我当时就震惊了 谢谢 好不好笑 好了 我说认真的 你好好想想 你什么时候和陌生人聊天 这么起劲过 是啊 吴宇 为什么那些老人 都那么喜欢你啊 我就只是在旁边陪着他们 听他们讲话 就这样 就这样 刚才有个奶奶 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看着她的神情 让我想起我奶奶 可能他们就是把我当 当成他们孙子了吧 我也想我奶奶了 我在家的时候 我跟她说什么她都高兴 其实她什么都听不懂 她就喜欢看一群年轻人 在一块儿热闹 看到我们高兴 她也就高兴了 其实老人们 需要的东西很简单 他们只是需要陪伴 她们把自己最爱的东西 都留给孩子们 就算他们忘记一切 也不会忘记孩子们 最爱的东西 我知道老人们想要的 真正的家的感觉是什么了 你们说 如果让那些年轻人 住进养老院 养老院是不是就会 有家的感觉了 可是 年轻人怎么会住养老院啊 那 假如是你们的话 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们会愿意 住进养老院呢 除非她不要钱 那就让年轻人免费住 你想想 现在的年轻人 最大的生活支出呢 就是房租 如果这些年轻人 能够来养老院 帮忙打扫一下房子 陪老人说说话 那养老院就可以提供 免费的房间给他们住 这样的话 不是既缓解了 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又可以填补 老人的精神生活吗 可是你这 也太天方夜谭了吧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不如这样吧 我们把这个方案 提给董事会看看 如果他们同意的话 我们就真的可以着手实行了 怎么样 就这么办 顾总 这周各部门运营正常 没有事故发生 技术部的产品下周就会上线 还有 人工清洁部新的方案 被董事会否决了 另外 这次老顾总对人工部 下了硬质标 他们现在正在去找 合适的订单 其实双雕前两天 有提出一个方案 但是后来觉得 好像不太可行 也被否决掉了 什么方案 他想让年轻人 免费住进养老院 负责清扫 一方面老人喜欢热闹 可以达到陪伴的效果 另一方面 可以让那些漂泊的年轻人 减少经济上的压力 我觉得很好 为什么被否决掉了 主要是 他们的生活习惯差异很大 可能达不到预想中 陪伴老人的效果 其实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而且你在做一个新的案子 你不应该先去想细节 你应该去想着 如何快速简单地去执行 而且这个问题也还好 好解决 你可以用两个方式 第一个 入住资格筛选 还有轮班机制 你可以帮我反馈给他说 可以放心地去做 对了 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 董事会已经说过 不再考虑这个方案了 B级集团新一轮的峰会展演 好像快要开始了 我觉得这个案子 很适合代表柯林志上去投标 而且如果到时候拿到奖 又受到B级集团的肯定 我想 董事会一定会再考虑的 如果要是顾仁齐在的话 他会怎么做呢 如果要是顾仁齐在的话 在给客户做方案之前 你要先清楚 客户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 可是我都不知道 那些老人心里是怎么想的 可是我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 老人有时候会跟子女们抱怨 等我老了以后 不用照顾我了 就把我送去养老院就可以了 然后子女们通常会回答 我们怎么能把你们送去 那种地方呢 那就说明什么呢 为什么养老院 在老人和子女的眼中 好像不是一个太好的地方 因为大家对养老院都有偏见 原因其实很简单 也许我们养老院真的不够好 你做过调研 有发现什么吗 其实养老院的医疗水平 和护理条件都很不错的 老人们如果出现什么健康问题 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诊治 比在家养老要安全高效得多 其实老人们在那儿都能得到 很好的照顾 但是生活不是工作 人不是机器 你想想看 你的家是什么样子 我一回到家 我爸就会准备好热气腾腾的饭菜 摆在我面前 施俊杰这个时候呢 就会跑过来跟我因为各种事情伴罪 还有想到什么 养老院不像家 它更像一个 设施齐全 干净整洁的大医院 它为老人们提供了一切物质需求 却唯独无法满足他们 像家的愿望 对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我知道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养老员 变成家 而家的核心并不在于 企业剧的摆放 是人 是的 你可以往这方面去做 辛苦了 不要工作得太晚 记得好好休息 谢谢你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声 Zither Harp 是找回宁静的地方 来开启新的美好 Zither Harp 时光微妙的抵达 改变彼此的牵挂 不再执着与害怕 拥抱的心灵视察 幸福莫名的击洒 开启新的钥匙吧 回忆拥有的回答 相信相信的出发 Zither Harp 幻想现实加速 选择怀传心跳 为了什么 猫路夜空下的渺小 命运不朽 蝙蝠生活急促 不得梦该如何做到 迷茫 回恶总是想把 谁困在自家 重新领域的营养 一路解成为一号 成长就失觉 回宁静的地方 来开启新的美好 Zither Harp 时光温柔的提拔 爱变彼此的牵挂 不再执着与害怕 拥抱的心灵视察 幸福莫名的击洒 开启新的钥匙吧 回忆拥有的回答 信心相信的出发 开启新的钥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